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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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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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故事除了让消费者去做更快的联想之外 有办法在深耕消费者的忠诚度上面 让消费者去理解这个品牌的初衷 然后去了解这个创办人 在这个品牌的来源故事 更进而去认同这个公司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管理的建立 那我们来看一下颜色的部分 在右手边的这个图案 有一个DHL 是一个国际包裹货运的 那它的这一个颜色 你看一下可能就是有主要的黄色 再加上部分的字的红色组合起来的 这种就是非常的显得意见 让别人很容易去认识 或者是记起来的一种这个颜色 那声音的部分呢 这个呢我们没有放声音给大家听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有一个叫做绿油筋 还记得吗 或者是什么呢 有没有 这个呢可能那比较年轻的同学 最近已经没有听到这个广告了 那最早的时候呢 每一个这一个可能连续剧啦 说是很好的 连续剧里面场场中间的广告 都会有这一个 那这个呢只要声音出来 但是就知道是什么了 然后老师突然有想到有一个叫做 什么有两种 对不对 什么是感冒药的哦 这个呢也是用声音的部分 让各位呢 这个一听到呢 就可以联想到这个品牌 甚至呢它的产品 这个就立地铁锅啦 好来那品牌有什么功能 我们再补充一下 第一个是让消费者呢 易于辨识哦 product edification 第二个呢让消费者觉得 是比较有保障的哦 好再来呢 那 好来那厂商的部分呢 我们在做这一个品牌的国际化的时候呢 其实呢要考虑一些状况 例如说要不要有品牌 还是呢要用无品牌 好那无品牌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帮一些有牌子的这一个品牌做代工 所以是贴牌 或者是帮忙制造一下就可以了哦 那另外呢 是否要制造三个品牌 待会我们会介绍这个东西什么 最后呢 到底是要用同一个品牌来行销全球 还是要用多品牌策略 这个都可以再考虑一下下的哦 好那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 你是否呢 要做品牌国际经营的一个 这个树状图啦 同学看一下 是否要有品牌 如果否的话 就往OEM或者是ODM 这边的方向去做 如果要有品牌的话呢 我们是否要用制造商的品牌 什么叫制造商的品牌 就是例如说中间商啦 我们说值得去Walmart 或者是呢 我们在台湾呢 比较多的是加勒福啦 或者是甚至呢 便利操商里面呢 他们也有自由的品牌 例如说Seven的 或者是呢 这个全家的自由品牌 这个呢 就是用通路商的一个品牌 去做的哦 如果呢 是的话 那是不是呢 要用单一品牌 或者是多品牌策略哦 那如果单一品牌的话 你看一下 例如说IBM 全球都用同一个 McDonalds 麦当劳 全球都用同一个哦 那如果是当地品牌的话呢 在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呢 有可能会有不同的 这一个名称哦 例如说Sony Sony哦 它的随身听呢 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名字 在日本叫Walkman 到英国呢 叫Soul Huawei 在美国呢 叫做Roundboat 在瑞典叫FreeStyle 那为了呢 让这个 每一个 这一个市场里面呢 可能有不同的 这个市场区隔 所以呢 他觉得用多品牌策略呢 进入这个国际市场 是比较有好处的哦 这是Sony的一个策略 好 我们看小一个 当时有品牌 给我品牌了哦 好 这个是红机啦 叫做Acer 那之前呢 是哦 之前是 OK哦 最早叫MultiTech MultiTech OK哦 最后呢 有分成了两家 一个叫Acer 一个叫BenQ BenQ BenQ 现在同学们 应该比较容易在什么 在投影机上面 看得到这个牌子哦 那 大老师早之前呢 还拿过他的手机哦 OK哦 这个也都是从 红机集团里面 分出来的啦 哦 那 后来他们就分加了 Acer呢 比较专注在 笔电的部分 那BenQ呢 除了笔电之外 还有做一些 其他生锡产品 哦 然后呢 还有一些影像的 设备的东西都有的哦 哦 那有制造商 有中心商的品牌 就刚才有讲过咯 好 那中间商的部分呢 可以将品牌的价值充分的利用 减少制造成本的支出 还用低价策略的策略来促销哦 也就是说同学们呢 如果是去加热服啊 去便利超商的话呢 如果呢 他是用自己的品牌做出来的 通常都会比较便宜 而且呢 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烂 因为呢 他是用自己的品牌 所以呢 品牌呢 这个中间商会去帮这一个产品做把关的动作 好 那所以消费者而言呢 可以享受到品质优良 而且呢 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商品哦 这也是其中一个不错的策略哦 嗯 那这边呢 如果用制造商中间商的这个 呃上架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 如果呢 用中间商的话 可以呢 上架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哦 然后呢 这个大规模的生产有规模的经济哦 哦 然后品质有保障 减少 以厂商来讲呢 做一些上架促销的一些费用 把它减下来 那如果是用单一品牌的话呢 当然了 有些优点 包括减少广告的支出 避免品牌混淆 甚至呢 有些产品可以做这个品牌的延伸啊 那可是如果呢 是缺点的话呢 就无法呢 用多种品牌做市场的区隔哦 那单地的品牌有可能因为竞争者的关系呢 所以上架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哦 所以呢 风险就会比较提高哦 像这个途中的可口可乐 就是用一个品牌打天下了 好 不过呢 其实它在早些的时候呢 已经有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 呃 杯可乐饮料的产品出现了 可是用不同的名字哦 同学们的有空呢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 消 好 那多品牌的缺点呢 就是跟刚刚的缺 优缺点好互换了哦 比如说 可以从事市场的区隔 上下空间变大 品牌的风险较低一点 那吸引到呢 无忠诚度的消费者啦 也就是说 他不一定要忠诚来的品牌哦 那所以呢 在很多的品牌里面 游移的话呢 在最终呢 还是在自己的多品牌之下呢 在消费 所以怎么样呢 都是我的手掌之下的 一个消费的一个 这个粉丝啦 好 那再来呢 呃 形成呢 有可能怎么样 良性的 这个员工的竞争哦 这样也不错哦 好 那缺点就刚刚的优点啦 会增加这个广告的支出哦 然后最后呢 会让消费者呢 比较没有忠诚度 因为品牌容易混淆嘛 OK哦 同学们稍微看一下哦 你看一下 这里边所有的 的品牌都是哪一家 都是PMG 宝桥 宝桥哦 所以他在全球里面呢 是用多品牌策略 可能呢 从头到脚 到洗衣服 都有不同的品牌 那呃 它基本上是不用PMG哦 是用其他的 在个别的 这个功能性的产品上面呢 取不同的品牌名称 那也是做得蛮成功的 这一家公司哦 全世界最大的 日用品公司哦 好 那呃 是否呢 要用全球品牌 还是当地品牌呢 各有有缺点啦哦 好 你看一下这些呢 基本都是食品的 包括汉堡王 包括 呃 这个达美乐 麦当劳 肯德基 摩斯汉堡 还有必胜科等等 全球呢 都用统一的名称 跟统一的logo哦 但是产品呢 有些在不同的国家市场 是稍微 产品稍微不一样的哦 那就是它的产品 是不是不一样 但是它的品牌策略 就是用单一策略的哦 好 那当地的品牌呢 有一些原因啦 例如 例如说刚刚呢 有一些优缺点 那我们老师就不重处了哦 OK哦 那 品牌呢 取得的方式呢 包括呢 一个名称 或者是呢 一个授权 那我们这边呢 有在品牌协会里面哦 有可能呢 把这一个台湾的品牌呢 怎么样呢 去推销出去哦 在2007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台湾精品品牌协会 叫做台湾 Excellent Brand Association 它这边呢 把这一个台湾的自由品牌呢 作为它这个协会的宗旨哦 宗国基哦 OK哦 那他用这个Travel Fox呢 进军国际 实际上是台湾品牌哦 那另外一个呢 台湾呢 最大的这一个做帽子的公司 叫做Sansan三胜公司哦 那他在国际呢 已经是全世界三大帽厂之一哦 但是呢 他用的是Sansan 还是一样 这个名称呢 是比较好哦 去这个让别人记得住 所以呢 也会让别人觉得 它是一家国外的公司了哦 另外一个呢 在台湾卖电器的畅困呢 它呢 自由品牌的一个电器呢 包括Yupac 或者呢 我其实是里面有写说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也是它的自由品牌的这个电器哦 而且呢 它是在外销的哦 所以呢 把这个通路商跟自己的品牌 做分开 反正还可以做外销的哦 这是它的品牌策略 嗯 还有另外一个呢 在台湾很有名的 立音坊 雷中凤 雷中凤呢 你看一下哦 是用法文的几个名字 把它拼起来的哦 第二区呢 是Peace和平的 Hope呢 把它合在一起哦 其实这个很像法文的 大象的意思吧 不过呢 这个用法文的发音呢 我们以为它是法国来的 其实它是道道地地的 台湾品牌哦 那这个熊市也是一个例子哦 外销全国呢 我们叫做 用个SIMBOLEAN 等等的哦 这个呢 用一些语言 把一些 这一个地域化的东西 结合起来 打到国际市场去 也是一个蛮成功的例子哦 那最后呢 命名的方式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例如说 用创始的名字 例如是麦当劳 用地方的名字叫百威 等等哦 或者是呢 英文缩写叫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国际商业 机器制造公司 IBM 或者是呢 用数字来命名叫 3M 3M 3M哦 再来 然后呢 用直译的Nissan Nissan 就是日常 那有些呢 是什么呀 玩具反斗层 直接联想到本身的产品 Toys R US OK哦 那就是把玩具反过来 反斗层 蛮好玩的哦 OK 好了 那品牌呢 命名的原则 包括容易发音 容易记得住 要短 不要太长 有独特性 或者是可以显现出产品 的性质特性 有中边的联想 或者是呢 重要的是有法律上的保护哦 OK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品牌的权利啦 也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 价值呢 这边有一大串 有没有 有可能在全世界排名的是 前几名的公司哦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从上到下 可口可乐 微软 IBM 奇异公司 英特 Nokia 还有这个 Toyota 迪士尼 麦当劳 宾市 或者是那个 Mercedes 花旗银行 然后 曼宝 路 然后呢 HP等等 这下面呢 有点小 我们太清楚了哦 好来 这些呢 都是国际责民的公司哦 那我们在最后呢 来补充一下下台湾知名的公司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看一下这个2020年的排行哦 那这个呢 是2019 就是前年的排行 去年的排行 那今年呢 因为现在在5月而已哦 6月以后他才会出来 所以目前来看不到哦 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第一名叫做趋势科技 趋势科技是什么呢 做防毒的哦 第二个是华硕电脑 第三个汪汪集团 第四个研华科技 第四个巨 第五个对不起啊 第五个巨大 就是脚踏车 然后银行业的中信 国泰 然后呢 我刚刚讲过的宏基 联发科 我们做半导体的哦 然后美丽达 然后这个美食达人的 巴蜀路西 还有这个中租 中租呢 试试干嘛 也是中信集团下面的 做租名的哦 这个是台湾呢 这个去年哦 排行12名 内的台湾的这个品牌 最有价值的排名哦 好 那在投影片的部分呢 老师就各位 为各位讲解到这边 好 那同学注意一下哦 那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老师把这个先叫出来 就稍微等一下下 有几个东西要让同学看着哦 那同学们也是一样哦 要看完之后 写一个心得 然后才完成今天的课程 我待会再把这个 分享一下下 分享画面 OK 分享 这个 好 来 康学看一下哦 这是今天呢 我们要上的内容哦 刚刚已经把品牌 国际策略呢 已经讲完了哦 然后呢 这个有投影片呢 供同学去下载 那第二个三四五哦 这里呢 咦 怎么看第三个 好 那边都掉了 好 那这个呢 是麦当老的 这一个咖啡的广告哦 那他拍的蛮有趣的 很像一个短片的 为电影 但是每个都是 三分钟到四分钟哦 同学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哦 再来呢 我们要举一个 另外一个美国的 这个电器业巨播 叫做 通用电器同学 直接在这边点就可以了哦 然后呢 漫威 同学们最喜欢看的电影的漫威 这里有一个品牌故事 最后呢 有些人呢 同学们最喜欢呢 的法拉利的跑车品牌 的品牌故事哦 好 那有这几个 大概有四个 包括麦当老 包括通用电器 包括漫威 包括法拉利哦 这几个故事同学看完之后呢 到课程的讨论版 那这个部分因为是需要用这个电脑的了哦 好 所以呢 同学看一下哦 把今天呢 有看过的品牌故事 包括麦当老 包括通用电器 包括漫威跟法拉利哦 这几个故事呢 随便选一个 然后呢 做一个留言 那留言呢 放在哪边 放在我们赖的群组 因为这个呢 必须要用这一个电脑 才有办法从这里贴的哦 所以同学们没有办法在这边哦 OK哦 那这是今天的课程了哦 未来同学呢 我要让同学在这一个 呃 线上讨论区里面 这个是补充的 今天不用做哦 线上讨论区里面哦 那进去之后 可以呢 做我们即时的讨论 那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就会请同学进到这个讨论区里面 跟老师互动一下下哦 留言 然后呢 证明同学们呢 是有上今天的课程 而且呢 是可以线上互动的哦 让同学呢 先知道一下下 我们今天呢 是不做这个部分 今天呢 那就是把这个课程的部分哦 把它这个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把今天的这个东西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呢 写在我们的line里面 老师会做一个笔记本哦 笔记本里面 然后呢 你就在下面留言 呃 留个名字 然后呢 开始写今天的心得 要超过三四个字以上哦 OK哦 好了 那是今天老师呢 用预先录影下来的课程 那我们呢 呃 下次呢 老师会把这一个 有佼佼的状况呢 就是po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哦 OK哦 好了 那我先呢 录制到这边 如果有问题呢 那我们在线上讨论哦 OK哦 那我们先做到这边 那老师要先关掉我们的这一个视讯哦 好 再见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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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